大家午安 我们现在开始要跟各位介绍的 爬虫与文字云 它又是另外一个阶段 什么阶段呢 假设我今天我在 我希望说我针对某一个主题 然后我去爬Google的新闻 然后只要是这个主题 相关的全部都带出来 那我想要去看一下 这个主题呢 它跟其他主题之间的关系 然后词跟词 彼此之间出现的频率 然后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 可能谁是热门的话题 例如说以选举 选举 例如说我把选举当作是一个关键字 然后我就企图希望找到跟选举相关的人 我想总统选举跟几个政治人物是有关系的 然后我们来去看一看 这些算出来的结果可以透过文字云呈现 那我想我们就接下来来去观看一下 其实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 我们会需要使用到Python Python这一套软体 它是写程式的 可是呢 这个Python的内容 其实别人都已经帮我们写好了 那写好了以后我们要做什么呢 其实我们只是要做复制贴上 可是你要先创建一个可以放这些程式 而且执行的环境 我们通常是在Anaconda里面去做这件事情 当你把Anaconda装好之后呢 你的例如说可以撰写Python程式的 那个Jopitor也都装好了 这几个名称可能你曾经听过 但是你是很陌生 没关系 我们只是借由这几个工具 然后让你把它贴在适当的地方来去完成 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担心 就是写程式的这个部分 那到时候呢 你学会我所教的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去Google新闻里面来去找 例如说糖尿病 如果你是想要做医学研究的 你就可以去找糖尿病 在最近是跟什么话题是有相关的 或者是脑中风 那例如说最近还有高铁 高铁南岩 那它又是跟什么话题是有关系的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你都可以换 所以我们企图希望花两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十分左右 我希望就把那个爬从这一段交完 而且要再换另外一个例子告诉你们这件事 好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一样先去范例 范例 讲义下载这个地方 因为我的程式都写在讲义里面了 所以呢 我现在呢 我们就去下载一下讲义 第一件事情 打开Chrome 然后接下来在上面那个网址列 网址列 然后麻烦请找到今天的课程 GAGT爬虫与文字云 现在我们是要去做关键字 关键字的搜寻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这里面是不是有讲义下载 麻烦请点这一排哦 不要点错了哦 点到讲义下载 我们要下载今天下午的这一个讲义在这里 文字云与网站资料关联分析 请点左上角这个下载图示 请点它 点它以后 它要经过扫描 然后去下载 因为程式码在里面 好 很快 它就下载好了 下载好 然后接下来请把这个视窗关掉 我们 麻烦请把 范例 范例 范例里面 下面有一个叫做 文字云图 最后一个 这一个档案 也要把它下载下来 因为这是等一下我们会需要画的文字云图 其实 Power BI它已经都画好了 好 但是不是画选举 它只是做好魔界 你只要把适当相关的参数改掉 就变成是我们的文字云图 所以请把这个Word Cloud 这个档案呢 也把它下载下来 其他通通不用下载 其他都是结果 就是你今天在制作的过程 会产生出这几个档案 OK 那我接下来呢 两个档案 下载好之后 就把它Chrome关掉了 你看一下 我现在我的档案会放在下载里面 所以我去文件里面找找看 首先 首先在我的电脑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下载 这两个就是刚刚我下载下来的 一个是什么 讲义 讲义 记得程式码在这里面 另外一个是我Power BI 要画文字云图 那微软公司 它已经画好的一个PBI VIZ PBI PBI就是Power BI VIZ V字其实就是视觉化图表 那这个工具是 这个视觉化工具是 Word Cloud 只提供给你参考 有这两个档案 等一下我会需要用到 好 一样 那我觉得我还是要先告诉你们 就是如何建置 这个可以执行 执行 那个爬虫城市的环境 所以我们要先从 我们要先从Anaconda开始 跟你们分享起 我们不是装Python 我们也不是装Jupiter 我们装的是Anaconda 因为Anaconda 它等于说 当我们今天我们装Python 我们可能还需要装很多的套件 要装一大堆 有的没有的东西 很麻烦 那干脆装一个Anaconda 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你就不用一天到 你说我没有这个套件 我要装 我没有那个套件 我要装 本来全部 最完整的全部都收录在Anaconda里面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 你们接下来动作可以不要做 可是我希望你至少知道说 什么是Anaconda 好 首先我们要请你学会Anaconda的下载跟安装 所以我当第一件事情 就是打开Chrome浏览器 打开Chrome浏览器之后 在搜寻引擎里面 输入Anaconda 控义格下载 好 我就输入了Anaconda 控义格下载 Enter 第一个 第一个有看到 Anaconda Python R Distribution 全部都在这里面 也就是说 你不用 因为它Anaconda 它等于说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集合 它已经把我们常用写程式的编程 全部都写进去了 好 我们先点选这个Anaconda Python R Distribution 那你一定会说这是英文 因为Python它也不是我们开发出来的 所以我们到它的等于是说官方网站 Anaconda来去做下载 那下载请注意一下 刚刚我们其实是Anaconda下载 所以它现在是不是就直接连接到下载这里 然后接下来往下 往下 麻烦请注意 一定要点这个Windows 否则你现在点 你现在点这一个 它所代表的是下载Mac 各位如果你的Notebook它是Mac 或者你的桌机是Mac 那当然你就直接点这个下载没问题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应该要先点一下这个Windows Windows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就换了 换成什么 For Windows Installer 可以吗 这边是我特别要教你的 下载跟安装 我想在座应该很多人都会 可是有些人他就直接点了这个下载 点这个下载 你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有看到吗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Python or data science platform Download OK 你去下载 问题是你下载是Mac版 还是那个就是 IBM的桌机版 你不晓得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麻烦点一下Windows 点了Windows 这边有看到 Anaconda 2019.07 For Windows Installer 然后点它 可以吗 预设是64位元 如果你是30位元就要点这个 对不起 我应该这么说 我应该这么说 你可能还要知道 到底应该是点左边还是右边 对不对 这边不是有两边吗 那既然有两边 那请问你到底是左边那个还是右边 你可能还要知道一件事 Python Python它其实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2.7 这是二系列的 跟什么 三系列的 我们现在多半都是用3系列 我只能这样告诉你吧 你看但是 不是不可以用2系列 那个之前 前几年大家都是在用2系列 2系列有一些不一样的写法 有差别就对了 现在大部分都是写3系列的 那现在已经开发到3.7 所以到时候会有什么3.8 这边就会有2.8 目前 目前大概都是到3 我们都是使用 Python 3.7版的 目前大家都是使用这个版本 G多 好 那如果你之前 比如说五年前 最新鞋奥的Python程式 都是用右边 所以就只好继续硬着封线 2.7版 我只是Python 3.7版 那我们现在都是使用左边 那左边下面是不是有两个 一个是Grevy 就是图形化界面 另外一个是什么 那个Command 这全部都是图形化界面 因为 如果你用Make版 它还有提供下Commandline的 就是除了图形化界面 还有一个就是Commandline的方式 好 反正重点就是打程式 因为Make版它才有分 那如果你是使用IBM的系统 根本就不用管它 因为它没有下Commandline 你很少到MS-DOS 命令提示字元里面去输入吧 对不对 各位知道什么叫命令提示字元 就是那MS-DOS 好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点它 你现在不用点吗 请大家不用点 我只是告诉你 如何去下载 Amaconda 而且你该下载哪一个 我们现在已经下载好是这一个 Windows Python 3.7版 然后点这个Download 进行下载 可以吗? 下载完毕就安装 安装比较不会有问题 你就下一步下一步把它跑完 安装完毕之后呢 请点这个Windows 检查一下所有程式 从上面往下找 Anaconda有看到吗? Anaconda 现在我们安装的是Anaconda 3 然后64位元 然后这里面是不是有 123456 6个 其中我要特别告诉你 Jupy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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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吗? Jupyter Notebook 就是我们写程式的地方 那Anaconda Promote Promote 这一个是我们安装 安装套件的地方 你安装套件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PIP 控一个install 控一个套件名 而且都是固定 只有套件名会换 那如果你不太晓得 也无所谓 今天不会让各位安装套件 反正就是用预设 就已经可以做很多很多事了 那我们重点是用这个 Jupyter Notebook 来去撰写程式 这样有没有问题? Anaconda 3 会不会下载下来了? 大概是这样一个流程 记得要选正确 Windows版 Python 3.7 然后把它下载 下载完毕之后 安装 安装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打开打开我们的画面 那我建议各位 把无关的下面这边不是会有很多吗? 因为等一下写程式你要一个视窗 而且他写程式要两个视窗 我怕太多的视窗会让你混乱 而且我们又要去IE 然后 对不起 应该说我们要去Google Chrome 反正我们要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怕你弄乱 好 所以呢 先把无关的视窗通通关掉 真的 请先把无关的视窗通通关掉 但是讲义不要关掉 讲义里面有程式嘛 讲义不要关掉 我先把无关的视窗通通都关掉了 我们第一个 我们第一个 我们先打开Jobiter Notebook 因为我们要准备去写程式 对不对 那所以如何去打开 就是 等于说打开Anaconda 里面的Jobiter Notebook 来去撰写程式 好 第一件事情就是点选这一个 开始 开始 然后所有程式 麻烦请先找到Anaconda 3 然后接下来请点选 点选 点选Jobiter Notebook 我重点是要用这一个来去撰写程式 好 请点它 点它 其实它是打开一个MSDose 它在MSDose的环境下 然后 变成说我们的防毒软体要先去检测 因为 它把这种命令提示资源 改成图式化 图形化的界面 那图形化界面 大家最熟悉的是不是 是不是 这一个 这个环境 这是 网页的环境 好 请注意 现在 您已经开了 两个视窗 一个是这个视窗 Jobiter Notebook 有看到吗 这个Jobiter Notebook 不要关掉 什么时候可以关掉 当你今天全部程式都写好 这里面程式都写好 好 所以 这个时候你才会把Jobiter Notebook 这个 启动的伺服器 关掉 可以想象你现在打开伺服器 等于说你打开了一个伺服器 要去准备撰写程式 那在哪里写程式 在这个环境 这个 叫图形化界面 这叫图形化界面 刚刚你是不是有看到Grevely 那个 这个 这个字 因为在Jobiter Notebook 就只能下命令提示资源 你看游标是不是在这边一闪 一直闪 一闪一面 它就只能在这边去下命令提示资源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我要安装什么什么套件 我要到另外一个地方下 什么PIP install 就要自己打字 这叫命令提示资源 好我先把它最小化了 那这个是不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图形化界面 例如说好了 你要开一个新的档案 现在要跟着我做哦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files 这是我们曾经做的档案 曾经做的 就是当你软件安装好的时候 全部的资料夹全部在这边 那我们现在要开一个新的python3档案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new new有看到吗 files new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nodebook 然后有python3 有文字档 有资料夹 或者是terminal就是终端器 终端器就是刚刚那个msdose 好我们现在当然要打开是不是python3 就是我开一个新的python3的档案 请问点它可以吗 python3 那这个档案呢 这个档案暂时还没有名称 它就叫untitle 没有名称 我们其实是可以改名称 就是存档 存档 那只是我觉得现在我连那个存档 我觉得都暂时先不交 好 这就是我们写程式的环境 写那些python程式的环境 只是我们程式码 我的程式码我全部都写好了 明早到就在讲义里面找到那一段程式码 然后复制贴过板 那执行在哪里执行呢 上面我们看到一个runrun 有没有看到这个run 就你写完程式你要runrun看 好这边有run 可以吗 好等一下你复制贴照 记得就要做一件事run 然后看他能不能成功执行 如果成功执行 那就跳出来下一个这种空吧 那不能成功执行 下面就一大堆你看多不想要看的东西 但是你一定要看最后一行 你中间都不看没关系 最后一行一定要看 然后记得把最后一行故事要贴去问 google大神 别人就会用漫里中文写给你这是什么问题 可以了解吗 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困难 而且 而且这大概是我学实质设计面 最简单的一套 我觉得像python 他应该都以c跟java简单很多很多 好 那我们就先来 先来看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目的是不是要去爬google新闻 对不对 爬文 爬什么文呢 爬google新闻 跟选举有关的这些新闻 全部抓出来 对不对 其实你就算真的不会做 不会做的 你也可以自己手动打 到google新闻里面 会不会打选举的字 然后就会考出 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第三则新闻 因此类推 可会找到100篇新闻 可以吗 这100篇新闻 这个都跟选举有关系 然后就一篇篇把它复制 贴到一个 例如说莫尔的档案里面 可以吗 装好新闻内容 复制 然后贴到货的档案里面 只是现在我们不要这么辛苦的 手动做这件事 我们希望这有写同事 当我们来去做 复制贴帐 记得我们在21世纪 你跟电脑抢工作 你跟机器抢工作 是很没有意义的一件事 机器很会做 部纸贴帐 从部性的工作 他很会做 请问我们人 从部性的工作 你会觉得做得比机器好吗 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要跟机器抢 他们很长的工作 我们应该是 从部性工作 交给机器做 然后接下来 我们要去做 群测性的工作 好 那我们 接下来就来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要爬 Google新闻 所以你要先回到Google新闻吧 所以第一件事情 先把这个视窗最小化 这等一下还会用到 这等一下还会用到 好 我们先最小化 来 其实也不用了 就是 它旁边不是有一个家吗 因为我们的写Python程式的环境 它其实就是用浏览器 为什么用浏览器 大家最熟悉 好 那所以点这个家 麻烦请 输入Google新闻 第一个是不是就跑出来Google新闻 当然啊 然后接下来呢 点它 点Google新闻 这是不是Google新闻 好 那请问一下 这里面 你想要找 跟选举有关系的新闻 那是不是就直接在这边输入选举两个字 对吧 好 所以在这边输入选举 然后搜寻 就直接按一下 inter键 好 有看到 选举之前 什么line上的 什么六个小时前的新闻 然后 吴敦义称什么 昨天的新闻 2020 总统与立委选举 昨天的新闻 可以吗 反正他一定会找出来最近的新闻 这样有没有问题 重点是我要这一个网址 那这个网址一定会有你看不懂的字 有看到 这个选举变成你看不懂的字 好 重点是我要这一段 请问一下 那你会不会找 因为我们等一下是针对这个网址来去探索 来去查文的 可以了解 请问你可不可以找到 你可不可以找到糖尿病相关的新闻 可以 那个网址你找得到吗 没问题 你可不可以找到那个脑中风 我最近的研究 同时在进行的是乳癌跟脑中风 这两个主题 因为老师说那个乳癌怎么比较 比较难 暂时比较没有突破 那我们先另外一个主题 先来去研究一下 所以呢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好脑中风最近的新闻是什么 我们不是找新闻 所以我们都是去看看什么 Paper 同域吧 脑中风的paper 好 都可以找不到 可是现在我们是可以从新闻里面去查文吧 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你先做出来就好了 因为等一下我再请你布置贴到的程式码 什么地方 我只是告诉你说那个程式码 为什么是这样子产生出来 好 所以你到时候你要找什么城市 你要找什么新闻 都是类似的做法 好了 那 请回到这边这个新闻 Google新闻搜寻 不要关掉 请回到隔壁这一页 因为我刚刚是请你点家嘛 去打开新增一个视窗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在这提醒你喔 不管发生什么事 如果你刚刚这个地方你不小心点了叉叉 这个地方你点了叉叉 你是不是就关掉了 关掉伺服器 那麻烦请你必须要把所有视窗关掉 你再重新把Anaconda3底下的那个Jobitan Notebook 打开来知道吗 你在没有伺服器的环境底下 你输入什么城市它都不帮你运行 好 所以不要随便关掉接下来的这些视窗 好那接下来呢 这个程式码在哪里 程式码我们现在刚刚是不是下载下来 所以我把它叫出来 我下载的讲义 讲义位置我放在下载里面 好把它快速点两下 文字云与网站资料关联分析 那程式码在哪里呢 程式码在最下面 因为我还是希望说 你们要是有机会还是去看一看 大数据分析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这边最后面 用Python爬虫新闻资料 对 为什么我们叫爬文就爬文 为什么叫爬虫 其实我也不知道 可是最重要的重点我们就是讲 这个爬虫就是在指说 从网组 从网络上有很多很多资料 把他抓下来 这就是爬虫再做一次 就是写爬虫程式 我也写好了 就提供给你们使用 你看这边用Python爬虫新闻资料 要点下去 这边 我这边就讲解说 该怎么做 首先你要复制 复制这一段 一直到这边 第一个程式嘛 你看嘛 这用Python爬虫新闻资料 示范如何用Python来执行网络爬虫 并且爬取Google News的选举类别新闻为例 可以吗 我刚刚是不是在那个Google新闻里面 我找的是选举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一段程式 这一段程式全部选举起来 选到这边 有这几行 复制 复制完之后呢 麻烦请回去这一个 这一个视窗 这一个Chrome Chrome视窗 然后要在Jobit Notebook这边 然后接下来 直接在这个地方贴上 因为我要贴在那个 可以写程式的地方 那中间有没有看到一段网址 我稍微等一下 我来一下 逐行解释一下 我到底写了什么 你至少中间有看到一条很长很长的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我当时我在写 然后找出来的那个王子 所以 所以假设你今天你要换 假设你要换 你找那个老中风 你找出来的那个王子 固执 然后贴完贴到这边去改一样 你找出来的新闻 就是跟老中风有关系的新闻 可以吗 比如说 我想老师很会最关心教育 好 最近教育热门的话题 跟什么有关系 你就用这种方式 都可以找得到热门的新闻是什么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 第一行 接下来我就要稍微 你不用知道太多 反正你只要知道负质贴长 还有可能会出错的地方是什么 可是现在要请各位动手做一件事 就是你执行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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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让伺服器 跑一下你写好的程式 假设你现在已经写好程式了 就直接Runk 那我给你看什么叫Runk 正常的结果 这就是正常 左边有没有看到 左上角有看到一个In 然后中八读新字号 这个新字号代表什么 正在跑 新字号代表正在跑 当它变成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Runk 对不对 第一次执行 所以它这边 跑出来一是正常的 那跑完它就会产生一个数字 这只是告诉我们说 它在这一个回合它跑完了 那跑完的结果 如果是出现下一个可编辑程式的 内容 就代表上面这些内容 没有问题 那如果有问题 等一下我做一次示范 有问题的 可以了解 你记住 就是布置我的程式法 布置贴帐 做完了吗 然后执行 那我只会看前面 运行的同志 OK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记住就是布置贴帐 然后执行 好 第一行在执行什么 就是第一个程式 它是Inhold Request Request 去网络上抓资料 就是写一个要求 就好像说 假设你今天是你要使用这个场地 请问要不要写申请单 要就好像类似在写那个申请表 你现在是要去网络上抓资料 所以它先 装一个套件 它先要使用一个套件 所以它把它Inhold进来 然后接下来 它要使用断食的套件 叫做Beautiful Shoe 然后 要把它叫进来 然后再过来 还要装Painter 这都是套件 好 那接下来 有它配到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 一定要是存在的网址 你不能随便乱打 随便打一个网址 它就说 对不起我找不到这个网址 只是我现在我就不做这个 测试 你看有一个 r等于request.gave.ur 第一次就是说 它把那个得到的这个网址 把它抓取下来 从网址上抓下来 那接下来 接下来就把它产生 变成文字 文字 然后一组一组的文字 然后再去断食 就这样子而已 那后面 后面这些如果没有兴趣 再继续深入研究 不过你只要记住 你只要会使用故事贴帐 就好 还有你要抓的 新闻可能跟选举不关 是跟教育有关 记得就去什么地方 记得就去这个 Google新闻这边 搜寻引擎这个地方 你要改 改完之后 这里的内容去做修改 那我只是当时复制它 然后贴到这个地方 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复制这个内容 然后贴到这里面 贴上 贴上 你注意看 这边是不是选举 对吧 可是它贴过去的时候 贴上 反正这边就会变成一些乱七八糟 这边我明明看到是选举 可是这边你有没有看到 变成一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好 不重要 重要就是你会复制贴上 修改那个网址吗 一定要会 因为说明你要找的是教育 你要找的是脑中风 你要找的是另外一个主题 你就自己去换主题 好 接下来这边 这边我执行完毕之后 我现在是不是要执行第二段程式 所以你看在我的讲义 请回到我的讲义 接下来我要选取这个 这个XRNCCD标题 并且把它列印出来 所以我是不是要执行这一段程式 复制 复制 刚是不是做这一段 这一段做完 我特意画了一条线在这个地方 你不要连图都复制到 我只要程式 然后接下来回到PROM这边 贴上 我先特别特别提醒你 还不要执行ROM 你看 你仔细看这个地方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一撇符号 这边也是一个一撇 有看到吗 那两个一撇也会长得不一样 有 有 这个我只能这样想 就是说 不同这样的执行 它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尤其是在那个WORD里面 WORD里面 好 那我现在就特意的ROM加给你看 然后等下 然后等下再解释 为什么要执行这一堂 好 我们现在点一下ROM 一定出现错误 ROM一定出现错误 因为我刻意射击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中间你看不懂 没有关系 可是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复制起来 复制 就是错误的讯息 最后 最后一行 那个错误讯息 请把这个也不用复制 它已经告诉你是ERROR了 然后什么ERROR 那你就复制它 然后到什么地方去 到Google 就直接输入Python 空一格贴上 你绝对不是第一个会遇到这一种错误的人 你同意吗 然后别人问过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只要拿过来做参考就可以了 好 那你一定会说 老师我实在是看不懂 你先不要排斥它 你越是排斥 但是你可能 就是 反正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今天 当你今天 如果说 立意静下心来 仔细观看 你的人生可能有不一样的境界了 因为 因为你会享受到学习的乐趣 因为别人都已经告诉你答案就在这边了 你要把他说 新手学习Python时常见的错误 有没有呢 第二个 你第一个不想看 有没有 你看 17个 新手常见Python运行时错误 运行就是你按下去 Roc 经常会出现的错误 也就是说你未来不只这一次会看到 你会经常看到 那我们是跟Python 新手学习Python时常见的错误 那因为 这是我刻意设计出来的 就两边不对称 你看他也是在写这句话 只是他写的这句话 可能让你看不太懂 搜寻一下我刚刚那个错误在这里 他说 在字符串 首尾忘记加引号 请问在这几个中文字看得懂吧 中文字我相信绝对没有你看不懂的字 但是组合在一起你好像就看不懂了 你看在这边他这边写在字符串 首尾就是前面跟后面 在这个字串 前面跟最后面忘记加引号 那这个时候你是会关注 那个最前面跟最后面 什么叫字串 回到 对不起 回到这里 回到这个写程式 你看一下 他说在字串 前面 后面 后面 有看到吗 他是不是提醒你在看前面后面 对不对 所以你这样可能可以看出来的差别 对不对 我后面都没有在设计错误了 我只是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就是 比巴格 其实比巴格是一件还蛮有成就感的事 真的 如果你按上比巴格 你加上比巴格 你加上比巴格 你加上比巴格一定会觉得很好 因为我 我喜欢比巴格的原因是因为 当我解决一个关卡时的 兴奋跟喜悦 那是我把启蒙的 资公器的人应该懂吧 这是不是有几个三个资公器的学生吗 对不对 谢谢 谢谢 我真的不念 我念原字的时候 我那个老师 他不是资公出身的 他是中文系毕业的 你们相信吗 他大学是台大中文系 你绝对不能相信 但是他研究所他念的是 他到美国去 他就开始念都是资讯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他就跟我们全班讲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 不是你程式可以写的多少 是你可以把别人的程式 改写变成你自己的 因为到时候大家写那个 我记得九九成八表 班上看来看去就只有三个版本 因为只有那三个 那三个建宗北英女毕业的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学会 我不会 大家写一写 然后他说要改成自己的版本 这么重要 不然老师一看 你超别人的作变 那你的分数会到 好 那时候我们就想要 你帮我拿来 很重要的 继续 所以我就把这一个 这一个 你看得出来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一个DIV 所以我把这一个复制 贴到这边 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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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就是前面后面让他补号一致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再执行一次 是 你们要跑出来了 这是跑完的结果 然后我说 只要是正常 他是会跑 下一个可以写程式的地方 好 你们把这个卷轴 拉下来 要是滑起游标不要点身 不要在这边用往下卷动 要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在这里跟这里的卷动 速度是有差别 这里没有多少质量 你知道吗 整个那个100篇 一堆的那个网页吧 全部都在这边 好 那我现在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完成的结果 游标移到外面去 然后往下滑 我们要准备下一段程式 可是你一定会问说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super 刚刚讲好像是说断词 就是断 分断 来去找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是找XR NCCD 所以我现在要告诉你 这个道理 当然你不会也无所谓 但是你就只能学 爬Google新闻 你想要爬雅虎新闻 雅虎新闻这边的class 就不是写 XRNCCD 好 那我要告诉你 这是什么东西 你看 当我今天在这个地方 我先把这个 这个我用不到了 我先暂时把它关掉 这个视窗 新手学习Python 常见的错误 关掉 好 Google新闻 刚刚我们是不是搜寻出来这个画面 这个的网页 这个的网页 是什么 这个网页 是什么呢 这个网页的内容 就是 如果说我们今天来去看它的HTML 超文字连结语法 HTML超文字连结语法的内容是什么 怎么看呢 只要输入 只要点一下键盘的F12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就是一堆的城市吗 我现在呢 我现在呢 我 点选这一个 请用这一个 左上角第一个 这个是 TACO Devise toolbar 这个是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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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一个 原件 在网页的什么位置 这个 比较容易找 所以我用这个模式 例如说 我在这边 刻意的 点它一下 有看到吗 它就会告诉我 那个城市码在哪里 这个功能是在做这件事 因为 这里面太多太多东西了 我现在是不是只想要抓出来 这个 选举之前line上的政治假新闻 会变多吗 然后里面的新闻内容 对不对 所以 所以我就用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 本来城市码落在哪里 落在 反正不是我们要的地方 但是我现在我只要 这一段 它是不是就切换到这里了 可以吗 可以想象一下吗 本来我们在城市 例如说这个地方好了 假设我本来在这边 可是我现在用这个工具 用这个工具 点 选举之前line上的政治假新闻 会变多吗 你看 你仔细看 它现在是不是跳到中间了 跳到这个卷轴的中间 然后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个字啊 我看把它放到 放到哪里会看得更多一点 因为它不让我往右卷 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 这个是这个标题 这个标题 可是我要找到 所有所有的 那个区隔 区隔 有看到吗 DIV 就是 就是这个很大很大 所有的这些东西 它其实是用一个表格 一个表格 来去区隔 所以 所以 这一个表格 在这里 我刚刚是不是点这个地方 所以它选到 这一个DIV 然后里面的超文节 文字 全部都写在这里面 可是我要找它之外的 这个DIV 在这里 有看到吗 DIV的class是什么 X R N CCD 有看到 请问 这一个 DIV 这个 DIV 有不要落在这边 这样比较好看 有没有看到 XR NCCD 你觉得Google 它会用这个 XR NCCD 跟雅虎会用这个文称吗 不可能 知道吗 如果说你了解网页的话 它就是一个方块 一个方块 然后 DIV 就是一个分隔区 一个分隔区 现在我找的是 所有 这些方块 最 稍微 万一 零零零零零 大分隔区 你可以想见 所以 选举之前 马上的政治奖 新闻会面多吗 这 这边有一个分隔区 然后 无分益称去年 选举 国民党都没有 会选 但其实 这边有一个分隔区 这边有一个分隔区 然后 这些 所有所有的标题 外面 它有一个分隔区 这个分隔区 Clice 可以把它想成 就是 这个分隔区的 名称 叫做 xr nccb 我跟你讲 我不想要用 标准的 资讯工程 那一套 来教你 教你 来教到最后 你觉得我三个小时 就可以把python 交完了 你觉得有可能吗 不可能 就我只能想成 白话的 白话的 写法 白话的讲法 来教你 好 所以你知道这个 xr nccb 这样大概知道了 记住 言人 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到雅股里面 搜寻 选举的 新闻 会吗 你是不是也会有那个网址 那你是不是要去找到这个 分隔区的名称 这样 了解 你不能只停留在 我就永远都只要抓 Google的新闻 好 至少我们今天目标 我觉得只要你能够抓完 我们的Google的新闻 就好了 可以吗 为什么抓 xr nccb 就是在这个地方 好 那 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更简单了 你有没有发现 回到我们的讲义 我们是不是 我们要选取这个xrnccd 标题 并且列印出来 所以就列印出来这些东西 可是这些东西 有些都是什么 英文啊 数字啊 符号啊 或者是take啊 标签 那个小鱼大鱼 那些东西我不要 我只要中文字 对不对 对 我只要中文字就好了 那既然我只要中文字 我就要去除掉什么英文啊 去除掉那个数字啊 去除掉那些take的符号 所以怎么样去除 只要保留标题文字呢 就是这一段程式 然后复制 然后复制 贴到哪里 贴到刚刚的程式嘛 来 这一个哦 这个程式嘛 贴上 贴上完毕之后 点圈什么 RUN 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是不是干净多了 这样是不是干净多了 刚是不是你搭配那个什么 例如说刚刚有看到什么 国民党台北党部 今晚在 国民党 你是有兴趣的话 自己照照看 反正就是在正面 正面的红断 那他现在就是 只是把那些什么 小鱼大鱼 这是take的 那些内容 全部 只要不是 只要不是那个 有中文字的 全部都把它打掉 你看 写程式有这个好处 你告诉我 你去抠 从网络上去抠资料 哇 做几个动作 真很快就做完了 好 再继续 我们现在只留下中文字 接下来呢 我们再做下一件事 下一件事要做什么呢 取出各个标题的网址 来复制 这个要做比较久 这个要做比较久 这个动作 然后接下来 回到这个地方 一样 贴上 贴上就快速 快速键是 控制加冰 然后执行 执行就是run 这要花一点点时间 因为你看 现在是什么 什么号 现在不是那个阿拉伯数字 变成阿拉伯数字 代表执行完毕 它现在是不是还是新字号 这个时候呢 很适合做一件事 喝一口水 围绕一下自己 可以吗 还剩下一步 这个后面还有很多步 只是我都不想要在那边做 不想要用美国人写好的那个词 断词 ontology 文本论 不然他可能会 会 会 例如说 那个 柯文哲 他就变 柯 或柯文 然后哲 听这种非常什么意思 那个 我觉得还是中文院 做针对 反语中文的文本论 来去校正 调查那个词 你会比较好 ok 还没有好 还没有好 还是新字号 那你这时候一定会想说 他是不是当 你不用怀疑 真的 他是需要八点时间来注意 ok 考完了 考完下面 看是不是有一堆的王子 一堆的王子 好了 我们接下来做 最后一件事 我们就可以顺利的离开 离开安神 好 我们来下一个步骤 来这里 来这里 然后接下来去程式码 这边输出档案 因为我要把刚刚那个结果 整个直接输出 然后我也不要它的王子 所以我这边刻意写了一个警字号 把那个连结的王子拿掉 好 然后接下来回到 这里 贴上Ctrl加V 然后去执行 好 完了 你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吗 麻烦做一件事 最后 最后 最后的成功 我好像少扣到一行 对 我好像少扣到一行 对了 好 从这个地方贴到这个地方 因为产生错误才对 复制 然后贴到这边 把这个程式删掉 重新贴上 然后执行 你有没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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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边是不是存到E叠 可是我们只有C叠的话 建议 因为刚好我插上去随身叠 他等于就存到我的随身叠去了 麻烦请把这个E改成C 好不好 C知道吗 C叠 请把这个E改成C 然后重新run一次 你就做完了 这样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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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一个输出的结果呢 我是放在C里面底下 什么 DF 除 CSD 这个CSD 打在里面 可不可以把这个内容 存成另外一个 你才可以 例如说 假如你现在重复到我 再去做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唐妙并 唐妙并 好 不过我们要先把这一段讲完 你看哦 我刚是不是存到C词别基底下 所以呢 我去打开文件 打开文件 我的C底下 有没有一个 刚刚9月11号 就是今天下午2点34分 产生出来一个DFTO CSV 这个档案 有吧 请问你们的C底下 有没有这个档案 有没有 有哦 第一台东西点头 这代表你全部 应该都有 那请问一下 我现在要再问一下 你想不想去把 譬如说 糖尿病最近的新闻 全部抓下来 可以理解吗 你回家 你觉得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 应该做不出来 来 怎么做 先到这个地方 选举 改成什么 糖尿病 这个F12把 这个 这右边 点一下F12 关掉了 你看哦 糖尿病 然后去搜寻 你看 坚守四原则 半年瘦20公斤 这就跟选举无关了 可是我要的是 这个网址 可以吗 复制 然后 请你回到 刚刚的Jopitor这边 然后请把 第一个程式里面的 URL 换掉 贴上 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 执行它 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呢 到这边 可能也是一模一样的内容 所以再执行这一个 有看到吗 这应该什么 坚守四原则 半年瘦20公斤 有看到哦 然后再接下来往下 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 是不是直接RUN它 有看到哦 再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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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程式 是不是继续RUN它 好 然后RUN 这边是新字号 你要开始等哦 大概等 等它跑 等一下我们把这个书桌档椅换一下吧 可以吗 比如说把 后面 那个档椅换成一个 比如说 长妙物 或是 瘠瘟 等一下 一定要拉好 可以理解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事吗 你到时候你要去找高血压 你要去找 教育 你要去找 体育 什么主题 都可以去找 那是因为你用以色谣 他不把你的鞭马 你应该用济世的 谈 那一定 走之乱 可以吗 因为我还在跑 所以你们觉得 会不会很困难 还好吧 应该不会很困难到 自己会去抓资料 而且我们现在只是 我 我只是 觉得说 你们 先知道这件事 什么叫知道这件事 你知道以后 你可能会自己来去思考一下 那 你看才端端只谈成事嘛 对不对 用不过程式嘛 干脆哪一天 花个 我们来开个什么 六个小时 那个 安省体验营 或者是什么 安省工作坊 爬层城市工作 专门教你 就这几堂城市 让你自己写出来 去爬世界各国的资料 可以吗 真的 这样你写论文 资料要自备 那 有几堂写论文 干脆请住 好 好 你敢不敢 你有没有感觉 这很像有点在做 骇特的事情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最后 我把它输出成 例如说我后面把它加一个2 好了 就是换 换输出成 例如说这个2 所代表的就是什么 糖尿病 可以吗 我这边 我这边我把那个输出的档名换成 V2 这边刻意加一个2 5 然后执行 做完了 因为它已经变阿拉伯数字了 然后你去看一下 你去看一下 我刚刚放在C点底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这个DFTOCOV 然后还有一个DFTOCOV2 这就刚刚做的 有没有 一个是2.34分做 一个是2.40分做 你看 短短的几分钟 你就已经抓完两个主题 其实 其实我们在这里面 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只是 我觉得 我觉得 只是先让你们知道 我们原来 可以做这种事 有没有觉得其实也不是很困难 别人帮你写好程式 你就可以很快的来去